大家早晨,8月8日,星期六, 我们就开心了,所以整件红衣服, 改一下形象,一天这么多, 再装红衣服做节目,实在太高兴了, 小枫啫喱了, 网上金句,我早几天说, 还不够够够够够够够, 正在不知怎么办,今天不知怎么办, 太好心了,大家都这么开心, 分享些东西,每个人都在, 用什么来开始, 因为现在每天都好像做show, 有些好的开场白,有些好的结尾, 要求越来越高兑自己, 看到郑英哥弄了个这样的, 我来捉, 我来捉,捉什么,捉什么, 我来捉,黎智英和公民党用了这么多吃奶力, 就是这么多, 财政部今晚公布制裁名单, 十一名官员, 夏保龙,张晓明, 郑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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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 曾国伟, 邓炳强, 盧伟聪, 陈国基, 哦, 哦, 早几天, 预测那几个人中了, 不单之超额, 是吧, 初步, 我们收货了, 但是呢, 郑英哥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你这个契弟呢, 心, 他没有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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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原来我没有份, 那就行灾落我了, 啊, 啊, 算的啦, 不敢再我多, 再告多些啦, 心想我, 又觉得, 哦, 房唐人大政协, 国家领导人在香港, 我都没有份, 又是前特首, 哦, 好没面子, 第一步就是想起这些事情, 他人缩骨, 小家, 陰陰陷陷陷陷, 就是想起这些事情, 是吧, 那下次就捉了你, 包你一份啊, 对不对啊, 就是, 啊, 鬼不知是, 我们捉, 捉得少吗, 我们都觉得捉得少, 不过, 捉住这么多先行不行, 高兴一下啦, 分开啦, 是不是呢, 搞到那些香槟贵了, 没得卖, 是不是, 不是那么容易的, 天天有香槟买吗, 我们好开心啊, 分段开心, 那呢, 相信会, 但是我们, 就是, 我们那些高人, 就是, 很快就冷静下来, 想多些事情, 想多些事情, 下一批应该是哪些人呢, 下一批应该是哪些人呢, 那呢, 讲过啦, 哪些人做坏事呢, 行政会议的人, 其实是, 应该是, 我猜啊, 我猜, 行政会议的人, 跟着立法会那些, 打手, 梁美芬啊, 何君尧啊, 湯家华, 这些, 全部应该, 排队进去, 那当然啦, 梁振英, 就不辣的, 你是国家领导人, 你就发挥香港首席, 争取成为香港, 建制派, 首席, KOL的身份, 是吧, 那没有你粉, 怎样似样啊, 难道这些阿伯有粉, 阿伯就在另一边的名单, 是吧, 我们排得很后, 另一边的名单排得很后, 真的, 没得跟你亏, 是吧, 那呢, 还有啊, 港大那班学术界那班, 那班, 中啦, 行政会那些人中啦, 还有就是, 哪个去做林立会, 哪个应该有份, 包括泛民主派, 發了哄, 托起屎笛上去那些人, 是不是, 所以被人吵那些人, 杨岳桥, 这些人, 自己人都这么说啦, 划清界线, 是, 我们一致要求美国, 下批制裁, 就是林立会, 林立会一设计, 所有, 喂, 你有什么比做这些委任性, 即是议会那种民主倒退的严重性, 你居然, 居然说, 喂, 我划清界线, 我表示我, 我清告, 这样都不做, 这么小事都不做, 你还可以叫自己民主派, 支持民主, 争取民主, 你便找笨拆, 这么笨拆的假民主派, 一定要制裁它, 不用的, 总之所有林立会都入名, 他们就自然不敢去, 我看要做这件事,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将这个信息传给美国呢, 很多方法的, 好像我这样说的都是, 影响了美国华人社区, 因为在网上, 网上如果大家高兴, 就通知, 看看这些说法是对的, 就叫美国的华人帮忙, 打电话给议员, 打电话给国务院官员之类, 另外呢, 我们大佬袁提议了一件事, 整条热线, 直通国务院的热线, 就用WhatsApp, 不是不是WhatsApp, 那个Instagram, 就是老共查不到Instagram, 就叫香港人直接, 有什么认为应该制裁的名单, 就拿去了, 大佬袁就说, 懂得国务院的, 什么做的呢, 国务卿, 经常跟他聊天, 那个叫做, 中国人来的, 叫做余麦春, 余麦春, 不肯定, 不要乱说话, 余麦春, 中国说他是第一号华人的汉奸, 这个汉奸好事, 至于远白, 大佬, 不要回来香港, 拜托在那里留在那里做多些事, 做得越多越好, 这件事是非常好的,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香港人要读灰, 都有一个正式的途径,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做了一些研究, 搜索资料, 写多报告, 都要有一个频道, 去传给美国国务院, 大家看看他的列号, 正式的国务院, 他的网页上下了列号, 那些人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那些住在哪里, 什么职业, 甚至他做了什么东西, 都有些资料, 包括邓炳强去指挥进攻理工大学, 都是理由, 制裁了理由, 人家法治国家, 不是说你样子坏, 我都不会就这样叫梁振英样子坏, 不过我们拿了那些言行, 做了什么东西, 包括他做了什么东西, 做过的东西, 最重要做过的东西, 去骚扰那些, 给压力那些, 在苹果日报道讲过的人, 是吧, 他做过的东西很坏, 举个例子, 我们要制裁一个人, 我们讲道理, 讲法治, 法治一定要合情合理合法, 合情合理合法, 就符合制裁的原则, 是吧, 或者有好的理由,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清理好的理由, 我们不要说, 公布施仇, 我跟你不妥, 我就睹你背脊, 不断发动别人睹, 这些就是王世宅先做的事情, 就不要在网上去举报人, 不要做这些坏事, 我们是正正经经, 堂堂正正做报告, 做报告如果是用Instagram去举报, 更加是保密的, 是吧, Instagram老公查不到的, 所以袁大哥做这件事, 真的必须给他一个赞, 还有, 你知道, 早上是什么, D100, 李慧玲, 看到袁大哥红, 那些是小家总的, 泛民那些是小家总到, 在一个节目上, 含沙射影啊, 这些是鬼啊, 还有那个,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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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去做节目, 麻烦你现在, 你要先正式道歉, 是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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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抹黑人来的, 对不对, 当然你说他是鬼, 是吧, 那, 阿伯, 你知道条毛吗, 啊, 我们内幕知得多, 李慧玲, 知得多内幕, 我, 就是读人家有理由的, 是吧, 好, 我当他是鬼, 我现在说, 我很想多这些鬼, 越多越好, 就是袁伯这些鬼, 越多越好, 是吧, 说完啦, 那, 那, 你知道泛民那些糊涂的东西, 现在又去做林立会, 我们现在就做鬼, 不是, 做督灰的人, 就督他们, 谁去做林立会, 谁就要制裁, 那对吧, 那林郑呢, 那个泥, 你不知道重要性, 林郑, 你看他出来, 还笑不笑得出呢, 那, 恭喜林郑, 我们要, 为什麽呢, 因为他儿子在美国, 你知不知道制裁名单, 以前是他儿子在美国, 他住在半山区, 在半山区, 地址是用了特首版, 我当他家里, 都应该住在半山区, 那些人, 那些人, 维抗百佳就没有华润, 为什麽呢, 你可能去华润买东西, 不是, 百佳买东西, 喂, 7-11, 拿一张credit card出来, 怎样都好, 或者想买东西都好, 喂, 不想做你生意, 你可不可以, 走远一点点去华润呢, 我们怕被人傻笑, 去到这样的 level, 不如拍照, 国务院说我们跟你做生意, 你是被制裁的, 你们都顾问我们少生意, 我们不能恶的, 特首, 不要扑街, 好啦, 林郑就开心啦, 走远一点去华润买东西, 是吧, 回来煮一餐好东西, 儿子回来了, 在美国, 没得了, 继续留学, 坑法路, 趕他走, 回来, 妈妈煮菜, 希望一家团聚开心心, 不要调查妈妈, 是吧, 林仔不要调查妈妈, 妈妈很辛苦的, 外国, 外国要付出代价, 那你不爱国, 你是吧, 从小到小走到外国, 学习, 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 妈妈爱国, 你才那么好, 又那么好威, 我真的有些怀疑, 老实说, 不是每天都能去华润, 两组人, 要是捐很多钱, 要是学习成绩很好, 要是正义, 正义的子女是融入华润, 有分界的, 所以林郑的儿子去到华润, 要是研究一下, 是否她真的有学术, 可以入华润, 好了, 讲远了, 我这些全部猜测, 没有根据的, 尤其是林郑和妈妈 吵架这些, 纯粹是萧山式的, 萧山式的编剧,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如果她搞到, 要走路去华润买菜, 走路很远, 这个是可以发生的事, 因为如果认真制裁的话, 那就惨了, 真的惨了, 我也替她, 而我们做的, 更加製造更多这些人, 我提醒大家, 如果我们读灰, 就要专业的, 我们要做出资料搜查, 不要製造fake这些事, 不要用fake这些事, 不要贪高兴, 做一些不专业的事, 都要堂堂正正, 专专业的, 就将这些人, 那些华人的资料, 清楚列明, 如果你觉得法律上,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你不是怕特区政府告你, 因为阮白而线, 我们应该叫做员工姚而线, 成立了之后, 我们给个credit, 员工姚而线, 我们用员工姚而线的报案, 都没有事, 不知道是谁, 但是就算她知道, 因为你美国查的那些人, 一定有法律专家在那里, 说这些事不符合呢, 如果大家法律上有问题, 都可以传给我, 你多写东西就传给我, 我facebook, 我用法律的专业和你修飾一下, 我自己就没什么时间再做了, 我要做好视频, 这些这么辛苦的事, 需要很多人做的, 不要经常说, 安伯,好东西, 我支持你, 你去做吧, 我没有时间了, 我又要运动又要性, 又要做视频又要读书, 不读书就没脑子, 没脑子就只懂得片剧, 那说话就没问题了, 你明白吗, 要不就八卦, 大口零, 要不就萧生, 做编剧, 我就会争论的, 我一定要想到好问题, 还有看了书, 讲法律, 越过越兴奋, 现在这个时刻怎么结尾呢, 我真是高兴了, 我也不知道的, 怎么结尾, 很多人都很惨, 他们要反制, 他们会想着, 你拍这么多声气, 动不了恶人, 制裁你, 拉你, 国安法说你煽动, 说这些事情, 可能是发生这些事了, 开了麦子做了视频, 怕你一条没有吗, 我都说老人家, 拉命一条, 随便, 告了, 都要提提你, 不加训, 你后来失火了, 顾住自己, 这个老人有先啦,